你知道钵金是怎么提炼出来的吗? 提炼钵金需要150多道工序 这比黄金复杂很多 而且整个过程要耗时两个多月 钵金从地球形成就存在 数十亿年来 这种高密度金属大部分已经朝地壳下沉 现在所能找到的少量矿石 是火山爆发时带上来的 南非和俄罗斯拥有世界上98%的钵金储量 其中南非就占了80% 这个6公里宽245米深的巨大的矿坑 位于南非的林波波省 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钵金矿坑 为了满足巨大的生产需求 矿厂每年都要处理超过8800万吨的矿石 首先液压挖绝壁会挖出1200个17.5米深的洞 接着工人会在里面抓入炸药 随着一声巨响 两座足球场大的开采区被炸开 这些石块中除了钵金 还含有靶 氧化铁 硫化铁等贵金属 和基底金属 为了搬运矿石 他们会用到太原重工WK55巨型挖掘机 这个巨大的挖掘机 一次可以挖出100吨的矿石 但是三产内必须装满小松930E型自卸车 哪怕多一产都是要亏钱的 接着司机会将矿石运到不远处的悬矿场 然后这些碎石将通过传送带 送进巨大的粉碎机中 在这里装有粉碎用钢球的粉碎机 每小时可以处理1165吨矿石 而每吨矿石中仅含有1.5克钵金 第一轮的选框过程叫做泡沫浮悬法